Yay 大家好,我是Susan 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一直以来都在用 用的非常好,很有心得的东西给大家 我大概会大致分一个三个派 一个是护肤品的派 一个是日常用品的派 跟一个是化妆品的派 这些呢,都是我用过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很推进大家购物的一些小小的物品分享 先话不多说,我们先分享护肤品的派 我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这个 就是我遇到它之后 我就像看到旧星一样 那时候我也是有在我的IG story分享 一堆人跟我讲非常好用 就连它其他系列呢,大家都称它很好用 就是Simple这个牌子 这个我手上这个呢 它是SOS Clearing Booster 它对抗痘痘超级无敌管用 就是它不管是对红肿痘啊 还是那种已经有浓的痘痘非常管用 我的用法是怎样 在我洗完脸后 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了 这个地方要长痘痘啊 我就会挤很多,然后后敷在那边 然后我长痘痘的地方 我都不会查任何护肤品 很像洗完脸后一次 就是睡觉前在大后敷衣室 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住在那边 这样子 基本上我大红肿的痘 三天就可以削了 然后那些有浓的痘咧 就是大概三天 它的浓会变硬 就是挤掉它就没有事情了 它不只可以修痘痘哦 我会怕这个 100分 下一个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真的 虽然讲它的价格不菲 我自己花这笔钱 我的心也很痛 但是它是我用过最有感 最有感的 冷眉眼霜 它就是这么小一支 它的价格我记得都在900多 接近1000那种价格 但是我用了它过后 我真的有点回不去哦 我怎么判断一个眼霜到底好不好 它不会让我长油力 然后它在我用了大概一个月多左右 因为我之前 我的这边眼部是很干的 然后我每次这样笑啊 我的笑纹非常非常明显 但是我用了它过后 我的笑纹真的减少很多 还有我这个眼笑纹 真的也减轻很多 这是我用过最有感的 我真的有点后悔 我没有拍前后对比图 这是我觉得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我不想要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真的很厉害很保湿 它是有搭配这种小勺纸的 只要在这边拿取一点点 放在这里 然后搂搂它 按摩它就好了 可是有些人用它会长油力 可是我用是完全没有长油力的 这就是护肤品的一个很奥妙的地方 就是我很适合它 但是未必你会很适合它 那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算是解救我的小救星 就是周伟 登登 它真的是我近期的小救星 Ulike的脱毛仪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除毛经验 就是我刮叶毛 我早上刮一次哦 晚上就会长那种小毛出来 然后平时之前我用的都是那种刮毛刀 我也有拔过毛 哇那个真的是痛不欲神 大家不要用那个方式 我也有在台湾去过一次 就是那种美容院的那种脱毛的 但是我时间很不固定 我又懒惰啊 加上接近疫情的时候 我就没有一直去除毛啊 对我来说 美容院的除毛衣 我是没有看到效果啦 因为我的时间不固定 是我的问题OK 然后我就开始在找一些家用的脱毛衣 我就看到这个 然后我觉得绿色刚好是我很喜欢颜色 还有一点是 我有轻微的那种毛逆生长 就是长不出来的毛 然后它返回长了 逆生长了之后它就有一个问题 就会毛难掩 就会生一些小红肿痘 这样子的 这点真的很固扰我 所以我才会去找活毛衣来try try看 在买之前我也做了很多功课 它不仅是长得漂亮啦 真的很好看 它叻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它有跟美容院一样的 这个蓝宝石冰点头 这个蓝宝石冰点头哦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温度降至10度 这样子一开始看别人分享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很厉害 到我开始试用它的时候 然后我哇 amazing 怎么amazing法你知道吗 就是我去美容院用的那种感觉就是 会刺痛 会热 会痛 然后我这样会被蚂蚁咬这样 但是蓝宝石这个冰点头 它就是已经怎么讲 让你的皮肤先感受到冰 再盖过那个热痛 我觉得它是用这种科技 真的很厉害 完全不痛 有吓到我 一开始我开1度 然后慢慢开2度 我想说诶 怎么这样没有感的 然后我就慢慢加3度4度 我现在还不敢加5度吧 等下我可以试一下 我加了4度 真的是完全无感 这真的太厉害了 因为我这个人是真的很怕很怕痛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东西不痛 怕痛的人就可以下手了 那时候我就被这个冰点头吸引 然后我就想说 诶我买一个机器 等于去美容院无数次 我又可以在自己家里弄 因为我的休息时间大概就是10点后 美容院也没有开了 要用我也可以随时在家里弄 这个真的对我来讲太方便了 然后这一次呢我学乖咯 因为我有拍对比图 使用前跟使用后 真的差别很厉害 诶这个真的有吓到我 毛孔真的变小很多诶 对我来讲我的毛孔 其实真的是很大 再加上它有逆生长 所以看起来又黑又大 然后我看最新的一张 哇那个毛孔已经没有那么深了 而且有缩小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 嗯再使用看看应该效果真的是蛮不错的 然后各位 我的实验家精神很棒的 我有两只手 一只手是没有剃的 就是我只剃了我左手边的手跟脚 然后我右手边的手跟脚是完全没有剃的 因为我的毛不是那种非常浓厚跟黑 我的毛是非常幼的 所以触感方面上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因为我的毛本身就是很幼 但是 一肉眼看哦 真的 剃过的手毛会有baby的feel 就是看起来哇真的是baby的皮肤这样子 有剃毛跟没有剃毛的肤色 看起来会比较不一样 有剃毛的显得比较亮一点 然后没有剃毛的话会比较黑啦 而且我觉得最明显的 啊 bony 我等一下再拍一次给你们看 我觉得最明显的吼真的是脚耶 脚真的是让我surprise 我觉得 那个毛孔变小了很多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要怎么用 用法真的很简单 它其实要工具就是这么小 这是本来就附有的 然后这个脱毛仪 打光的护目镜 然后还有这个剃毛刀 这个剃毛刀是好用的 因为它剃毛刀旁边是有那个肥皂的 所以你挂的时候是很顺 关于要怎么使用呢 就是前一天你要把毛刮干净会比较好 它是这样的 充电头 充电的旁边有一个开关 听到声音吗 这是一档 这边就会显示一档 然后两档 三档 四档 OK我们现在把墨镜戴上 护目镜 你们看哦 就是我在贴合我的肌肤的时候 只要你贴合完整了 它这边会有一个显示灯 你就 按 这样子一档一档的 慢慢按 还有一点很好的是 它连打速度很快 你看 虽然讲我讲不通 但是对你们如果真的第一次使用的话 我是建议你们慢慢上 它的说明书是有讲 如果你的档数越高 你的脱毛效果会越好 所以我觉得我用了四档 已经是档数很高的那个登机了 so far我真的觉得 这个 真的是我的救星 不是完全说没有缺点啦 如果金主爸爸 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能够改良这个方面 我应该会很开心 就是我戴着我的墨镜 因为我照着镜子打嘛 我照着镜子 然后 我要这样子 因为它的灯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灯是在这里亮的 所以呢 我要这样子才可以 看到那个灯有没有亮 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 卡水的地方 卡水听得懂吗 就是很 觉得 比较障碍的地方了 可能可以把这个 显示仪 做得更明显的地方 机器有一个困惑点 就是在这个显示灯这边而已 其他的 没有啊 所以呢 我觉得各位 想要找 脱毛衣的朋友们 可以try这个 目前我只是 一只手一只脚嘛 我不知道如果我 拖全身 使用的时间 长度会不会很多 我可以再update给大家知道 过了今天之后 我就要 拖全身了 各位 然后我要介绍你们一个 这个 Chanel的 Lochie 第一点 我会买它 它很香 它是那种 baby粉的味道 我个人是很喜欢 baby粉的味道 第二点 它的头盖设计 给你们看 它是用转的方式 你只要直接倒出来就好了 然后你用完的时候 你再转回去就好了 不会有那种 忘记盖啊 或者头变肮脏这种问题 那我真的很喜欢 不夸张哦 我才买了一个月吧 已经用到这样了 因为我真的很爱它 我几乎晚上 每个晚上都用它 对 还有就是 那个柜姐有跟我讲 很多人 其实 擦它 就不会再擦香水了 因为它很香 它是真的很香 它是我会一直回购我的Lotion 主要是它的头部设计 是我很喜欢的这个 下一个呢 是我要介绍给各位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牙线 3M细滑牙线棒 它是我用过 最好用的牙线棒 OK 因为 自从我绑牙开始 我就会一定会用牙线 我用过很多牙线 踩过无数的雷 这个是我找到已经是 没有人可以取代它 我就算 在马来西亚买不到 我都要找代购 买到这个东西 因为马来西亚不会有 它们有3M的牌子 但不会有这种材质 这个是我在Shopee买的 Shopee算是一种 那种国外的代购吧 为什么会很喜欢它 它这里呢 不是那种粗糙的 它是很细 然后你会用到很舒服 它就是不会让你好像觉得 你用了好像牙缝会变大那种感觉 不会 而且它不容易断 我之前用过不好的牙线是怎么样 就是你弄了 它好像很难拔出来 这样的感觉 这个包装 各位 认得它 下一个呢 让我在外面拍摄 不会害怕 就是 Dyson 的一个无线直发棒 就是它是无线的 就是因为我的头发是那种细软塌法 就是很塌那种 像你们这样子看得出吧 没有错 我的头发就是这么塌的 外面呢 有时候你拍摄你赶的时候 只要我的头发遇到大风啊 或者大太阳啊 就很容易造型就没有了 所以 只要我出拍摄 我就会带它 续航能力 大概半个小时到45分钟 就会没有电了 但是已经足够我使用 所以它真的是我的救星 打开了 按这个加号 选择你要的那个 稳度 然后呢 就等它 这边走 走到165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声 登登 就代表 它的温度已经到了 然后你就可以 看你的头发 爱出门 爱去旅行 头发 她的 姐妹们 男生也可以啦 男生 我不懂你适不适合 因为 它其实这里算是蛮粗大的 像是长泳 他就觉得 对它的发指短的话就不太适合 它适合比较用那种细的一点 而且 好用的第一点是 一点的是什么 你们如果有用那种有线的话哦 就是你不管在哪里 就要一直 被那个线缠绕 然后手也很不方便啊 然后距离也不方便 像我这个 我冲好电了 我就直接 我要在哪里 弄物就在哪里 我要去厕所弄 去厕所弄 然后我要带出门 就出门弄 非常方便 而且 它充电的地方也很方便 就只是这样子 放上去 你就可以充电 然后就可以带走了 下一位的宝贝 我就无意间逛淘宝 然后看到它 看得出是什么东西吗 它呢 就是解救帽子的救星 像是我们常常戴妆的人哦 你们戴鸭嘴帽 这边是不是常常会有那个 粉底液啊 很可力 right 就是这边常常肮脏 洗帽子啊 也不能常洗 因为帽子的版型 只要一改变了 就会变得很旧 我要给你们看 以前不懂事的我呢 这里常常就会有粉底液 懂事后的我呢 哈哈 现在有它来保护我的帽子了 这个东西真的是 伟大的发明 怎么用很简单罢了 它就算是一个 双面贴这样的东西而已 你看拿出来 把它后面这层 撕开 你把它贴在内层的地方 其实还有两个颜色 只是黑色我用完了 因为黑色太多了 太多黑色的帽子了 这样子 然后你的妆 就永远不会撑到你的帽子上面了 这个我记得不贵 很便宜而已 我一次买都会买很大量 可以建大家购买这个 爱戴帽子的 好用 它下一个呢 我每次呢 有拍到它 大家都会问我 这个是在哪里买的 就是口罩 很多人都想要知道我的口罩在哪里买的 我的口罩呢 也是在淘宝订的 因为只有这种款式才有办法到修的脸型 修的比较好看 然后它也是移用口罩的 所以呢 放100颗星 它每个口罩都是独立包装的 所以你运送回来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 好像很蛤蜊很脏 这样子不会 而且它这个地方很舒服 它不雷 我会戴这种口罩也有一半的原因是 市面上的另外一种口罩 对我来讲都太大了 会戴到很不舒服 然后我一定要锁一个结 才会戴的比较密一点 这个的话 就不会 这个超级好用 看到它是完全密封的 这里也是密封的 这里也是密封的 然后它整个戴的形状 它的脸型是非常好看的 这个就是你们常常看我戴这个口罩出去 一直想要知道是什么牌子 哪里买的 这里也是一样在下面会放一个链接 给大家知道 这个很好 我买的是两个颜色 一个是白色的 然后一个是黑色的 通常我都会看商店出门的衣服来搭配我要戴什么颜色口罩出门 这样子 下一个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化妆品的地方 大家有关注我的话哦 应该也知道我前阵子我的皮肤状态非常差 长了很多痘 一直来来去去反反复复这样子 那段时间真的是有点崩溃 我之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我怎么救好我的脸 请大家敬请期待 时机快要到了 东西也在整理着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我的那个分享影片 我在我脸烂的时候我只用一种粉底液 它会有养肤效果的 虽然讲很多人讲养肤来讲就是一个屁呀 或者什么这样对我来讲是一个安心 就是不太能接受不是养肤粉底液的东西到现在 这一位呢是我用过那么多养肤粉底液里面 有遮瑕力的 持妆效果好的 不太会氧化 这三点 因为正常来说如果你有用过养肤粉底液的话 一定会有上述那几个问题 一它容易脱妆不耐妆 二遮瑕力不够 因为它是养肤的 它一定要薄 然后第三它会氧化 就到晚上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氧化 登登 Toford的这个圆瓶盖的粉底液 它是养肤粉底液来的 它是有雾面感的 现在的我呢 那种浅的抖印 基本上不是需要到遮瑕 它就能完全遮住 它呢戴口罩后 它的脱斑感没有那么可怕跟严重 如果有讲过很严重痘痘的知道 口罩真的是影响很大 就是你一拖的时候哦 那个斑驳纹啊真的是很可怕那一种 它就没有 它真的是你看我用到 它本来是这样哦 现在已经给我用了一半了 我在尽力的把它用完 然后我想要去Try 下一个牌子的养肤粉底液 我的色号呢是1.5的cream 它大概售价好像是200多 但是是很好用的 没有记错的话是200多 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就是一个粉铺 这个表面是不吃粉的 真的很棒 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感觉 我是会这样子 就是把粉底液铺面打开了之后 让它均匀的上了过后 我再拍 我的化妆师教我一定要拍到有声音 因为这样子才会吃粉 但是它妆效是非常的自然的 这边是完全不会沾任何粉底的 这个真的一级棒 然后又好清理 重点是好清理 好清理这个东西才会太加分了 而且它拍上脸是舒服的 脸像那种玩具材质的那种感觉 我看评论很多人都讲 就是我此生用过最好用的粉铺 so far对我来想 是 下一位的宝贝呢 她真的非常好用他们两个 称为此生无法离开的姐妹们 就是这个 算是睫毛膏的妆前乳的感觉 这个东西是 爱杜莎 我在台湾的时候 被种草一样东西 然后我从此离不开它了 它的定型效果 非常好 它就是让你的整个睫毛是一直卷翘 在那里 到回家都不会掉下来 是这么厉害 就是这么厉害 而且它也有一点 算是那种纤维感吧 就是我刷了之后哦 我有时候懒惰的话 我不会再刷一遍睫毛膏了的 就直接刷它就出门了 假如你的妆很轻薄的话 它是可以让你有一种素颜妆感 这样子的 这个真的非常好用 就是加多一层睫毛膏的话 真的100分 对很多人来讲 它有点难卸 因为它真的很定型 但遇到它之后 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 Peace me的卸睫毛液 不知道其他的有没有卸睫毛液 但它真的100分的厉害 像是我找化妆师 因为我的化妆师 它用的睫毛定型是非常power的 就是它用的技术 是让你24小时 睫毛都是在那里的 可能这个16小时8小时 但我的化妆师是24小时在那边 而且定在那里很难卸 如果你用普通的卸妆油 是不可能会卸得到干净的 但是有了这个 你不会再有卸睫毛 这种很困难的问题 这个很厉害 我们通常卸妆的时候 都是会擦一遍这个了 然后再用卸妆油 再这样子刷一遍带过 基本上刷一次 两次就已经卸完干净了 因为我是不建议各位 一直摩擦自己的眼睛 因为对 我们的眼皮是比较容易松弛的 所以对自己好一点 用这种睫毛卸妆膏 好过你这样子一直撑来撑去 这是Kiss me的 这是Etusa的 马来西亚好像没有进Etusa的 睫毛膏 Whatever Ladada跟Shoppy都会有这个 代购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个小平台 yes 推荐大家这两个 最后最后要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近期找到最好看的 这叫什么 腮红 Yeah 这是我最近找到最好看的腮红色 它是Lorean Marche的 Fresh Corp 这个颜色是新的 我们那时候去 因为我之前用的是Pitch Color 然后那时候我的Pitch被打翻了 然后我就去买一个新的 这是那个柜姐介绍给我的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你不要看它很像很闪亮哦 很粉亮哦 其实没有 它插在脸上其实就是很自然的 不是那种大量粉那种感觉 它是算是有一点豆沙土螺色的那种感觉 它整个感觉真的是很好看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听那个柜姐讲是比较难买的 这个有点难给大家看 因为它是蛮接近我肤色的 就是给人家一种很自然的感觉 而且这个如果你拿来做那个晒伤妆啊 也是非常自然的 很喜欢这个颜色 跟大家推荐FreshClaw 不你们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吗 嗯我不会 我真的是不太厉害这种 但是我又很想介绍给你们 你们看得清楚吗 嗯FreshClaw 分享完毕了耶 这是今天的好物分享 已经分享给大家完毕啦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的人 就是我知道什么东西好 然后我就一定会想要去买 想要去试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系列可以一直生活下去 所以大家我会好好的收集我一些好用的东西给大家 呃也期待一下我的空空商 我正在收集一些我用完的瓶子啊罐子那些 希望下一次可以再分享给大家更多更多好的宝藏 好嘞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了 下一个影片见 影片到这里 拜